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肥立比书四章十至十七节 我大大地赞美主 你们又再次关心我了 我知道你们一向关心我 只是没有机会帮助我罢了 这不是说我曾经缺少什么 因为不管我拥有什么 我都学会了知足 无论我几乎一无所有 还是样样都有 我都懂得如何生活 无论是饱足 是饥饿 是丰富 是贫乏 在各种处境中 我都学会了生活的秘诀 因为借着那次 给我力量的基督 我凡事都能做 即使是这样 你们能分担我现在的困难 实在太好了 你们知道 当初我把福音传给你们之后 再从马其顿上路 只有你们肥立比人 给我经济上的支持 其他教会都没有这样做 至于当我在贴撒罗尼加时 你们也不止一次派人来帮助我 我说这些 不是想要你们的馈赠 而是希望你们 恩着自己的人词得到奖赏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多走一步 中国人看钱 总是带几分熟气 每到新年 我们满口恭喜发财 还财奏守 财源滚滚 发财生利 是多数人的愿望 而朋友之间牵涉到钱 问题就可大可小 但是肥立比信徒 对保罗爱心的捐献 却是令族物变成了 轻香的祭物 为上帝所起源 保罗和肥立比教会之间的感情 十分深厚 肥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关怀 可以说是具体而实际 因为保罗在信中提到 在他传福音的初期 只有肥立比教会 在金钱上供应他 俗语说 口谓而实不至 口头的服侍其实不难 我会为你祈祷 你放心吧 但是实实在在的服侍 却是一种学问 圣经提醒我们要予此相爱 我们不要只在嘴上说 彼此相爱 而应该用行动把真理表现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遇到有需要的人 我们可以试下问自己 除了祈祷 我还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遇到单亲家庭 我可以帮他们照顾小孩吗 朋友孤单的时候 我们可以请他们来到家里坐下吗 和他们一起吃饭 和他们找一本合适的书 送一份适合的礼物 陪他们多走半个钟的路程 即时为他们祈祷 都能够使有需要的人 心里面畅快 真的的 我们可以多走一步 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人 需要我们作出具体的帮助呢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